大家都不上班跑出来了 谢谢大家 选政进入倒数阶段 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 站上车子沿路扫街白票 路上也有许多热情民众挥舞加油板 棋子为候选人加油 从22号开始陈时中一连三天 扫遍台北12行政区 晚间也到夜市和民众互动 把握最后时刻争取票数 那首先我要先感谢赖副总统 给我的加持 不管是在我们的 那时候进总要成立的时候 或是凯道大会 都给我肯定 我非常的谢谢 那今天在我们最重要的 最后一个活动 赖副总统亲自来这里 来给我鼓励加持 我想我是充满了感谢 我要谢谢赖副总统 谢谢您 那我当然要谢谢我们大人哥 他当我的主任委员 帮我安排了很多的事情 也都一直都尽心尽力 在最后这个关头里面 我们都站在一起 希望能够冲出我们胜利的成绩 那整体在选举里面 我到今天还是坚持 希望台湾不要因为选举而撕裂而对立 我们是用爱跟包容 来做最后的选举 到最后这一刻 我还是坚持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我们选举是要让台湾更好 是要让台北更好 我们想争取一些做事的机会 让台北能够更进步 所以互相撕裂 互相攻击 我是觉得这是不好的 互相批评指教 这是难免的 但是不要用这样对立 跟撕裂仇恨的方式来做选举 这是我对这个选举 最后一点的一个期待 然后第三个当然非常谢谢 我们站在一起 背后的我们的议员 从我们的林世忠 陈玄伟 林延峰 陈慈惠 钟佩玲 我们在这一区安农兼哲会 那当然都要一起来全力打 在市政里面 除了市府要做事之外 那市议会也会让我们做对事 大家事间透过沟通协调 让议会的能力发挥到最高 那整体我希望就是说 我未来在市府在行众的时候 除了不分党败用人为财之外 也希望能够建立好的府会关系 让市政的效率跟效果 都能够达到最好 那最后我还是非常希望 这几天在揭扫的时候 市民能够站出来 给我打气加油 让我们一起在这种快乐的气氛中 赢得胜全 谢谢 谢谢大家 我记得在130天前 当阿中在小海城楼 宣布他要竞选台北市市党的时候 我就站在旁边 来表示我的支持和祝福 当时我说在2003年 SARS疫情爆发的时候 我担任了防疫指挥官 所以我很清楚 防疫指挥官的孤独和重责大任 当时我就说 阿中出来选市长 我一定全力相挺 让他不再孤独 130天的选章过去以后 我们发现 阿中不只不再孤独 我们看得到越来越多人 跟阿中一起站起来 大家可以看得到 在星期天 我们的大游行 有150万位 台北市民 15万位 抱歉 15万位 台北市民 跟阿中一起游行 给阿中打气加油加持 我想 大家都知道在这900天 因为阿中的努力 带领台湾度过了百年大疫 我们这样的一位好的指挥官 要出来担任 我们台北市政的指挥官 我想是台北市民最盼望 我出来支持他 不只是因为他在卫福部指挥官的期间 利用沟通合作 的方式 来使得我们的台北 使得我们所有的市政都能够进步 更重要的 在这一段期间 我可以看得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阿中提出了超过200项的证件 那里面包发了 交通 教育 文化 产业 住宅 等等 更重要的 他也提出了全民的照顾 所以 在这130天的 选战期间 我们看到 阿中 已经 使得台北市政的规划 都有很好的进展 所以我希望 大家 在 未来的这四天 再给阿中 更多的支持 我们特别谢谢 赖副总统今天来跟我们加持 让我们更有信心 坚持到底 赢得最后的胜利 在这里 也希望 全体市民 能够支持阿中 让我们 让一个肯打拼 很努力的 好市长 来带领我们 也希望 大家能够支持 我们民进党 提名的 市议员 让他们能够进入市议会 为市民服务 还有支持阿中 做阿中的获赠 台北市 是首都 对外代表国家 台北市也是台湾 第一个直辖市 是带动台湾其他城市 发展最重要的力量 因此我深刻认为 最好的台北市长 一定要有国际交流合作的经验 也要有全国性的行政经验 也能够为这个城市的发来 提出非常好的政策蓝图 符合这三个重要条件的候选人 就是陈时中 我认为陈时中就是未来 台北市的新好市长 敬请我们全体 台北市市民 都能够大力支持 这对所到之处 请各位父老乡亲 各位年轻朋友 能够给陈时中加油打气 跟他挥挥手 跟他喊一声加油 我相信他会更有力量 同时我也希望 我们亲爱的台北市市民 在最后的三天时间里面 能够继续拉票 陈时中的25号选前之夜 选在北平东路 竞选总部前举办 乌斯耀表示 这里也是民进党的胜地 因为总统蔡英文在2016 2020年都是在这里 宣布胜选 因此将选前之夜 选在这个具标志性意义的地方 记者欧俊 台北报道 香港人们是一个第из obligation 然后 世界兵面全阻 军ณہ 碰巧 酷 开心